這次要講的是COG Video X 是一個用本機產生影片的一個擴充程式 對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想提醒一下各位 記得打開頻道的小鈴鐺 選擇所有通知 這樣就不會錯過就Multimedia的任何影片 也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在這裡先謝謝各位了 因為他這一次新增了一個功能 就是對Tora的支援 這個功能讓我非常的驚豔 各位可以到這個網址 網址我會放在影片說明裡面 這裡有提到Tora 那我們來看一下Tora在幹嘛 Tora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在圖片中畫一個軌跡 你AI產生的影片就會跟著這個軌跡在移動 不管是人臉啊或者是動物啊都可以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 然後這裡也有 這裡都有畫出軌跡來 最新的功能呢 最新的功能呢 則可以用你的image 讓你的影像呢跟著軌跡來產生影片 好 之前的更新其實沒有這個功能 當然不只一條 你要加兩條或三條或以上都可以 這一次的教學也會跟各位講 怎麼樣增加一條以上的軌跡 讓你的圖片呢 可以跟著這些軌跡在移動 首先我們要先安裝Cog Video X 請各位到Covid UI這裡 在Manager這裡呢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Constant Node Manager 在這裡 輸入Cog Video X 好 那我們要裝的是 這一個rapper這一個 點選這個安裝 然後按Restart 確定 完成以後就會開一個新的網頁出來 那舊的那個你可以把它關掉 接下來我們要到Covid UI的資料夾 我們找到Covid UI 找到Constant Nodes 找到我們剛剛安裝的那一個 Cog Video X 找到Examples 在這裡呢 我們要找到Tora這一個 這裡有一個就是Tora的軌跡的Sample 把這個拖移進來 那它這裡跟我們講說 有缺Constant Nodes 然後沒關係 我們到這一個 Manager這邊 選擇 Install Missing Constant Nodes 這一個 這個缺的部分呢 你就把它install 就可以了 然後再一次restart 按確定 這時候會開一個新的網頁 我們把這個Example呢 再把它拉進來 一次喔 那這時候那個紅色區域就不見了 代表Constant Nodes都沒問題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喔 這裡面有很多Constant Nodes 這裡面有很多Constant Nodes 那各位其實不是很清楚 沒關係 因為我們只要會實用就好了 那最主要的部分是這一個 Supply的Editor 這就是可以讓你去修改你的運動的軌跡 所以你的圖片會跟著這個運動軌跡 在那邊移動 這邊要跟各位說明一下就是 這個KJ Node呢 是舊的 所以 如果你這裡沒有出現一個input的話 代表它是舊的 所以我們要更新KJ Node 所以在Manager這邊 選擇Constant Nodes Manager 然後這裡輸入KJ Node 在這裡 你這裡要選擇Try Update 然後再按一次Restart 一旦這個更新以後 我們才可以用兩個以上的軌跡 來產生影片 所以這部分一定要做 好 那舊的這幾個 我們都可以把它關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這時候出現一個BG Image的話 就代表你已經更新完成了 那BG Image呢 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參考圖 你可以在這個參考圖上面畫軌跡 等一下會做給各位看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邊會先Rode Clip 那Clip我們之前只要用過Flux 或者是SD3 3.5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已經下載過了 所以點選這個以後 我們選擇的是 這個FP8的這個 好 好 那Type我們就知道它原來的SD3 這個Tora的Model呢 它會自動下載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說 我們之前沒有下載怎麼辦 沒關係在使用的第一次 就會先下載 用它預設這個就好了 好 那這個也是 好 那這個的話 那這個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要產生影片的話 建議是12G以上的顯存 如果是16G更好 好 像我之前不是有開箱一個那個嗎 就是MSI的4070Ti Super 那個就蠻適合的 FB8 Transformer呢 FB8 Transformer呢 這個把它Enable 這個打開以後呢 速度會比較快 這個是一個棕熊在 在 在哪裡啊 在一個瀑布的前面 等一下我們要改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要用棕熊 就是 你用哪一個參考圖片的話 就要用那個參考圖片的提示詞 那我們再看還有什麼要修改的 這個步數呢 我設成20 基本上設成20 我就覺得效果不錯了 Scheduler 用這個預設的就可以了 我們的那個影片呢 的寬度跟高度 是720x480 以它的範例呢 請各位就先到一些簡單的 繪圖軟體呢 去把你的影像呢 處理成720x480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 每一個影格呢 FPS是8 就用預設的8就好了 這個影片呢 目前呢 它的範理裡面是沒有輸出的 就是沒有幫你存起來 如果你要存起來 你就把它設成2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測試的話 你做設成FORCE沒關係 這個 這個 Tiling呢 把它改成True 這樣可以減少一些顯存的使用 好 通常的這個也是喔 如果你要把它儲存起來 又把它是很True 好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個影片的儲存的部分呢 在這裡 這個呢就是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產生一個軌跡 軌跡上面會有一個紅點 這個是把你的產生的那個影片呢 上面再合成上一個紅點 這樣你比較容易區分說你的效果怎麼樣 那這個呢就是單純產生以後的結果 等一下實際跑一次給各位看 各位就比較清楚了 這個例子是文身影片 利用軌跡來移動 所以我們先來做這個練習 按一下Q Prompt 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 就是運動軌跡的樣子已經出來了 那剛剛跟各位說明過嘛 因為第一次會先下載模型 所以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這邊就是在下載 這部分會花蠻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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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這就是完成的影像了 這一個紅點就是我們的軌跡 在這邊移動 然後熊的頭呢 跟著紅點在移動 這是文身影片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新增一個網頁 然後我們把這一個 ToraI2V這個把它拉進來 這裡 那這個跟剛剛那個大同小異 唯一不一樣就是多了一個loader image 還有一個這個 這變成那個I2V的這一個model 也是一樣會自動下載 這個要調一下變成enable 還是有一些東西要調啊 這個要調一下 20 剛剛一樣20步就好了 也是一樣VAE 是很true 輸出的影像這邊打true 這個是讓我們比較用的 不用true 我需要用一個圖案來當參考 我已經先事先做好一張圖了 把它拉進來 在這裡 然後 這張圖也可以拿來當作它的BG image 也就是它的背景圖片 你可以把它 拖移到這邊來 在這裡 如果你需要第二個軌跡的話呢 你可以這樣做 就是 我把它複製起來 ctrl V貼上 這樣可以有第二個軌跡 然後這一個呢 可以當作它的背景影像 把它拉過來 mask呢 只要一個就好了 mask輸出到這裡來 好 那 這一個呢 就是 那些 那些 座標的字串 它會輸出到這裡來 但是你現在有兩個軌跡怎麼辦 這時候你需要一個功能 就是 把你的這些軌跡把它 合在一起 叫 append the string to list 這一個 這時候你第一個軌跡呢 就是String1 第二個軌跡呢 就是String2 這兩個會append的在一起 變成一個list 然後再把它輸出到這個座標這裡 然後這一個 String呢 也要輸出到這邊來 因為這兩個都需要軌跡喔 這有個座標 這裡也有個座標 這兩個都需要 別忘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把這個 舊的軌跡把它清除掉 這樣就清掉了 然後這個東西會輸出變成它的背景 那怎麼做呢 就是你要先按一下Q Prompt 它會跑到這裡來 這時候呢 你就先把它停掉 你把它停掉以後 你就可以依據這個 參考圖來畫軌跡了 那因為現在沒辦法停 因為它正在下載那些 我們所缺的model 但是我們可以先畫軌跡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先來畫一下軌跡喔 首先先畫第一個軌跡 在這一個呢 我們先把它改成 這裡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人呢 稍微往右邊移 所以我們把這起始點 稍微往右邊移 到這裡來 到這裡來 如果你要增加一個節點 在最前面的話 你鍵盤上的Shift按著 按滑鼠左鍵 就可以新增一個了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你就在 這上面按滑鼠右鍵 它就可以刪除了 如果你要在兩個之間 加入一個節點 Ctrl鍵按著 按下滑鼠的左鍵 所以滑鼠的左鍵呢 是新增跟 拖曳它移動用的 滑鼠右鍵是刪除節點用的 這各位 記住以後就比較容易操作了 你就可以這樣做 那另外一個呢 這一個呢 我們把它拉過來 我希望這個太陽往下移動怎麼做呢 好一樣我們先把這個改成 這一個 然後 把它 往下移動 我希望稍微有一點移動就好了 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的線呢 很不滿意 你可以按下New Supply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改一下提示詞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改一下提示詞的部分 我大概寫一下這個 我大概寫一下這個 好這個要存 然後 這個我也把它存起來好了 因為我等一下要抓一下範例 它的效果怎麼樣 好那按下這個Q Prompt 好那這個 這個其實我不太需要 應該不用存 因為這個本身就有一個紅點了 好那這個其實我不太需要 應該不用存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要產生這種沒有紅點了 怎麼做呢 這個是 把你產生的這個紅點 跟你的圓圖去做合成跑出來的 是這個 所以你要產生一個完全 所以你要產生一個完全 沒有這個 紅點的呢 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再貼在這裡 Ctrl C C複製Ctrl V貼上這樣 然後從這裡直接拉一個到這裡來 那這樣這個 這個新產生的就不會有紅點 好不然我們試試看 按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是用固定的Seed 所以可以直接再產生一個 但這效果我覺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 可以再就是改一下Seed 因為我們是固定Seed的值 所以按一下增加一個 然後再跑跑看 那這個要時間 直到各位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影片為止 跟那個產圖片很像 就是改Seed的 然後選擇好看的影片 那你看一下他的這個身體 事實上有往右移動 那我也發現一個很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我讓這個太陽 它往下移動 事實上是沒辦法的 因為 很明顯的 當你的身體往右移動的時候 你太陽 一角度來講 它會往上 所以 這種不合理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藉由修改這個軌跡來做 所以這一次呢 我不要移動太陽了 我移動頭髮 我讓頭髮有飄的感覺 所以我讓這邊 放在這個頭髮上面 那我希望做出頭髮飄動的感覺 好我們再來試試看 結果它變成那種轉身的感覺 就是它這個往右邊移 然後頭髮的部分 往這邊移 所以它就變成那種轉身的效果了 所以這些效果呢 各位可以經由不斷的改Seed 然後 取得你所想要的效果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幫我 點讚、訂閱、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